大家好,我是小伟 今天咱们说一个三斗乌侠道的故事 在清朝中叶,川东万州有家顺发米航 老板叫邓沧海,自幼习武,有一身好功夫 那天,邓沧海带着一队凉船,过长江来到乌山登龙街米市 趁船谢米的功夫,他来到了南山观理发店 理发店对面是乌山有名的钱庄 理发店其实是钱庄老板的耳目 邓沧海刚坐下,师傅就派徒儿替他揭开长辫,细书清洗 正在这时,钱庄外有两个童子打架 只见一个童子拿盆子捧着油桶 另一个童子拿八斗捧着石灰 这两个童子在店外相遇 油桶和石灰泼在石块铺就的路面上 两童子你揪我扭,各不相让,要对方赔偿 有好心的路人见两童子闹得不可开交 就分别给了些碎银子,把他们打发走了 邓沧海见此情景,顿时哈哈哈哈连笑三声 理发店的师傅觉得奇怪,他就问呢 老板,你笑什么? 邓沧海笑而不答 师傅忙让徒弟走开,亲自为他捡头 并示意旁人离开 邓沧海见店里别无他人 就说呀,今夜三更,对面的钱庄要出事了 理发师傅见他仪表堂堂,出言不凡 料定是江湖中人,不敢吃言 连忙密报了钱庄老板 钱庄老板一听,大惊失策 急忙过来拜会邓沧海 一见面,老板便向邓沧海示意大礼 邀他到钱庄客厅坐下后 又是敬烟又是上茶 备好丰盛午宴 恭恭敬敬的向邓沧海求教 先生刚才说小店将要出事 请告其详 邓沧海见老板如此厚待 有心相救 便说呀,用铜油石灰 办活后泼在路面上 那痕迹即使下大雨也冲不掉 那是江湖黑道选定作案目标的标志 今夜钱庄必遭乌暇到喜结 钱庄老板听罢,大惊失策 哀求邓沧海告诉破贼的良策 在钱庄老板的陪同下 邓沧海查看了钱庄里面的情况 过库在正堂西吾 金银财宝在正堂东吾 邓沧海对老板说 今晚你放心睡吧 只需在正堂里安排两桌酒席 每桌桌角放一百两银子 钱庄老板连声答应 逐一照办 天色相满 老板躲在后堂偷听前堂的动静 邓沧海在正厅两桌之间假意打盹 当夜月黑风高 约摸到了三经 邓沧海听见屋上一阵瓦响 知识无将到来了 果然一会正梁上瓦被揭开 一个贼人口弦五寸尖刀 从屋梁上倒悬着向下看 贼人见堂屋里摆着两桌酒席 桌角上放着包裹 旁边一个中年汉子在打盹 便从梁上翻了个跟头 悄无声息的头衔找了地 随即一个翻身 脚便落了地 那贼人没走几步 邓沧海抬起手指 对着他当凶一点 那人便像一尊雕塑 僵力不动了 接着屋上的贼人像一窝老鼠 后面的人用手抓住前面的脚 从揭开屋瓦的梁上倒挂下来 一共下来了十三个 邓沧海真是一流的雕塑家 他施展了点穴宫 那贼人一个一个像泥塑木雕似的 或站或椅 或坐或蹲 或睡或趴 全都不动了 最后下来的是乌侠贼手 一阵风 他见下边的十四个弟兄 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倒悬在乌梁上 向下探望 这一望顿时呆住了 不好 遇到高手了 一阵风从梁上下来 对着邓沧海翻身便拜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邓沧海起身让座 在下邓沧海 乃万州人士 以米航为生 一阵风拱了拱手又道 久仰久仰 两人相互让座 邓沧海又施展解学功 十四个贼人 这才逐一醒来 邓沧海要一阵风上座 其余弟兄分两桌坐下 一阵风双手抱拳 打起了招呼 今夜对邓大侠多有冒犯 万望恕罪 邓沧海则说 弟兄们半夜前来辛苦了 在下略被水酒洗尘 不成敬意 另被文银二百两 奉送众弟兄 以表在下心意 众贼痛饮一顿 又得了银子 个个是满心欢喜 临别时 一阵风要他三日内 到乌侠神女风相会 邓沧海欣然的答应了 众贼走后 钱庄老板从后堂走出来 对着邓沧海千恩万谢 邓沧海却说 贼人要我去乌侠相聚 其实是去也死 不去也死 若是七日后 我还不归 请老板安排米船回万州 并告知我的家人 老板门言 既伤感又愧疚 对邓沧海托付之势 一口答应 第二天 邓沧海手指雨伞来的乌侠 只见神女风隐藏在烟波浩渺的江对岸 若隐若现 神秘莫测 长江和神女风之间 水天茫茫 既无桥梁 又无周己 凭邓沧海的本事 想要过江 上差一点火候 邓沧海正在江边徘徊 忽然从前面的小树林里 奔来一个十岁的小童 那小童在邓沧海面前 慢悠悠的拾起了地上的瓦片 然后将那瓦片扔向了江中 瓦片落入江中时 竟连成一条看不见的线 像一条小船 痴痴痴的贴着江面飞往对岸 邓沧海借着风 将散撑起 脚踩小童飘在水面的瓦片 飞到了对岸一阵风的山寨 到了那里 只见寨门紧闭 门外分两排 站立着手指钢刀的壮汉 挡住了去路 邓沧海毫无惧色 迎上前去 以手击刀 刀纷纷落地 当郎之声响成一片 随后一阵风传话 请邓沧海入寨 但是寨门 却用两块千余金的大石挡着 不过 这难不住邓沧海 说起他的神力 还有段小故事要讲 有次 邓沧海从万州到云阳 想坐独轮车 问车夫能否推得动他 车夫回答说 万州到云阳 来回二百里 推两桶二百斤的飞猪 不吃早饭 可以打一个来回 邓沧海也不言语 便往车上一坐 那车夫试了几世 怎么也推不动 车轮陷进泥里半尺多深 车夫说 可能下过雨 泥土烂 到路干的地方再上车吧 车到了路干的地方 邓沧海又坐了上去 车夫使劲的推 黄豆大的汗珠直向下滚 车轮又陷下去半尺身 动也不动 车夫只顾用力 咔嚓一声 车轴断了 车夫这下才知道 坐车的人厉害 连忙赔礼 邓沧海有如此功夫 掩下这寨门前的两块石头 又怎能奈何得了他 只见他两指轻轻一推 门就开了 众贼见了 惊得是连连后退 见面寒暄已闭 一阵风便请邓沧海吃肉 那肉有两寸剑方 烧得半生不熟 一阵风用五寸剑刀戳着肉 嗖的一声 向邓沧海嘴里飞去 说是吃那是快 邓沧海咔的一声 咬住刀尖 将肉吞下 然后舌头用尽 啪的一声 将尖刀飞插在柱子上 邓沧海连吃了五块肉 放飞了五把刀 刀刀尽插入柱子里 邓沧海有如此非凡的功夫 自然成了乌暇贼手 一阵风的眼中钉肉中刺 此人不除 今后怎能在这里称王称霸 于是 他令手下用鱼网将邓沧海罩住 把他关在孤峰上的一座铁笼子里 这屋子的四周啊 镶嵌了铁板 屋顶上是间隔很小的六根石船子 那石船比手臂还粗 离地面有一丈多高 铁屋子的四周已堆满了干柴 只等夜半时分 便要点燃柴垛 将邓沧海活活烧死 他若想逃命 必须要拿掉那六根石船子 经过仔细的思量 邓沧海准备用头撞断石船子 原来啊 他还有一手令人称奇的头上功夫 一次他去理发 剃头师傅夸其剃刀削铁如泥 邓沧海听到了心里 等到理发时 他运气功来 那头发根根倒树 似铁钉一般 剃头师傅连换了五把刀 把把卷了口 这才知道自己夸下海口 惹恼了邓沧海 慌得连忙赔罪 邓沧海帮剃头师傅 把五把卷了口的剃刀抹平 这才又顺利的理起发来 此时情势尽急 为了逃出苦口 邓沧海不得已使出了 以头及时的功夫 只见他纵身一跃 头便碰到了屋顶 每跳一次 就击落一根石船子 六根进去后 他终于跳出了铁牢 邓沧海逃到乌山前庄 告别老板后 就回到了万州 他知道了乌江强盗的厉害 自己在理发店一笑 坏了事 差点掉了脑袋 从此他潜心经营米航 不再多管闲事了 然而邓沧海虽然想 稀释宁人一多了事 可一阵风却不肯放过他 不过一阵风 是个惊喜之人 为了摸清邓沧海的底细 他派了几个弟兄 先去万州探访 这一年九月 正是新米上市 万西竹西口 顺发米航的码头上 突然来了一只卖米的大船 那船上的老大 将五百多斤的铁毛 用脚尖从船上挑起 轻轻一踢 铁毛就像皮球一样 抛到了半空中 这时米航里的一个老仆人 正在码头边上披木柴 那铁毛往下落时 只见老仆人伸手轻轻一接 接住了铁毛 又将铁链绕到了码头的石柱上 这一番功夫 引得船上和岸上的人连声叫好 船老大走下船来 只见那位手接铁毛的老仆人 正在披木柴 可他不是用刀皮 竟是在用手掌皮 旁边的柴已堆成了肚 在走到厨房时 看到一个小童在烧毛竹根 那小童不用刀砍 只是用手将毛竹根 像撕香蕉一样 撕成一片一片投入货中 船老大看了 惊得是直吐舌头 知道邓苍海家不是好对付的 回去向一阵风禀报道 得好好练练 准备好了才能对付 而那船上人和米航谈粮食生意 价格怎么也谈不拢 其实啊 这船本来就是一阵风派来打探虚实的 又不是真的来做买卖 谈不拢就收毛开船 临行时 船老大拱拱手对米航的人说 明年三月三 庙会再会 米航的人当天便把这事告诉了邓苍海 邓苍海想 退一步海阔天空 如果再争强好胜 还不知要惹下什么滔天大祸 这么一想 他心里有了主意 到了次年的三月三庙庙会这天 贼手一阵风 果然带了六十多名楼楼 来到万州 准备雪剑邓府 船刚靠岸 呼闻邓苍海 报病而死 已烧了头漆 棺材还未出病 一阵风留下众人 自己乔装成和尚 穿着袈裟 背了些丧礼 前往邓府奔丧 到了邓府 果然见唢呐哀鸣 中庆无业 门庭内外 笑漫高悬 桌椅都用白布缠过 穿笑服的人 进进出出 一片悲哀之声 一阵风在门外通报了姓名 自称是乌山回龙寺的和尚 邓苍海的旧友 前来吊眼 到了客厅 一阵风围着邓苍海的棺木 走了一圈 嘴上假惺惺的哭道 好兄长啊 贫僧来迟了 说着伸出手来 使出隔山打牛的功夫 在棺材盖上轻轻的一拍 棺材里那块裹着红背的长条石 顿时被震的粉碎 邓苍海躲过了这场劫难 从此隐姓埋名 安分守己的精英米航 竟办成了沟通川东与川西的最大米市 好了 朋友们 这个故事就说完了 看来这人呢 还是不能太张扬了 低调一点好 是吧 这一期咱们就说到这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与关注 咱们下期见